带我未来的小孩 带老公 带我经纪人 你想在外太空会有人找你拍视 我们两个要一起分享所有看到的东西 没有带爸爸妈妈的原因是 我觉得他们不感兴趣 所以就年轻人的游戏 所以带年轻人一起去吧 你问我我都想的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用一些 我们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的科技去到外太空 有很多很疯狂的想法 譬如是天梯 譬如是真的坐一些改装了的飞机 类似穿梭机 我又未必会带一些我认识的人 我带一些是志同道合 或者可能是不同范畴的 譬如是认识一些科学 有些人认识一些机械上的东西 去配合这件事 这个我反而会是这样大的 我去火星吧 火星有火星囊 哈哈哈 你会不会在火星上 我没有我的地球囊 我最不喜欢就是火星囊 我想去火星或者木星那些 因为其实现在一直都有很多 比如说一些外国的太空队都在那里发现到一些微生物 或者一些生命的迹象 最感兴趣就是在火星拍到一个很大型的人形面谱 其实在月球都拍到的 又拍到一队男队在月球的背面 这些其实我自己很感兴趣 有一部动画片是那个天空之城 就是宫崎俊的那个 可能他不是上到外太空 只是两个人在云上啊 在什么 在我眼里内就已经是我自己觉得很浪漫的事情了 但真的如果到了外太空的话 我觉得可能我想尝试就人失重走来走去的那个感觉 也就是这样了 刚才提示我说要不要拍照 我都会想就不要 因为我觉得怎么样 你眼睛里看到的东西 和你拍下的东西其实是不公平的 因为你眼睛里一定看到的是更震撼更美好的东西 如果真的拍了照片 我觉得反而会损失你脑海里面对那个东西的一个记忆 那四分钟其实是非常之不足够 因为首先是在外太空现在是无重状态的 那你有时见到太空人在太空机舱里面做很多东西 比如说喝水啊 打球啊 做很多我觉得是我们无重状态的东西 我也想试一下 他们会带些植物上去 看看无重状态的植物生长是怎样的 这些我也想知道 就是实在太多东西就知道四分钟是不够 不过我想做一些基本的东西 比如说去喝水啊 可能去厕所啊 看看又怎样的 哈哈哈哈 这些我也想试试 想啊 去太空 那我这一生人有这个经验是非常之厉害的 那我其实我们常常都想探索 其实我一向说自己应该是第一个星球来地球的 所以我现在应该找回我自己的星球 所以我一定会就去的 四个quota 那我想我想我一定会带 我很想带个儿子去 然后带我老公 但是好像是不是要18岁或以上 那就是有时间等了 那我自己先走 去玩一转先 我想去啊 希望能够带F4的其他三位一起去 我出钱 其实是想要好好地离开地球 看一下地球的样子 但我又怕得出什么意外 F4顶多消失而已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啊 你上去太空 你还要唱的流星花园啊 这个好厉害我觉得 一起坠落这样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吗 其实我有想过呢 是带队裤的 就是一个声 一个灯 一个cameraman的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就可以 拍这个港版的Gravity 就四分钟的话就 大家唱一首歌就差不多了 哈哈哈 哇 好美啊 然后拿回来 大家好 哈哈哈 哈哈哈 山顶的朋友 以前 以前演唱会只学到这剧而已 是是是是 对 那你有没有认识过香港的女朋友啊 没有 没有机会 哦 对 其实这个试下呢 你认识的 不方便啊 对啊 已经不方便 对 下辈子啊 嗯 就 还是一样其他三位啊 嗯 F4啊 对对对 可是我真的还蛮想 请他们一起来看戏 你们在台 台湾 有没有再出来 可能不是 工作可能 很少 聚会这样子 上次 上次一起聚会 好像是09年的事情了 哇 所以有五年了 是啊 对啊 所以很想再跟他们聚一聚啊 哦 那其实我们公司会考虑就是 举办一些那些 FC的那个 一些活动都可以啊 我们公司 真是 真的 老板是很 很喜欢热闹的 他会就是 寄照很多机会给一些 失散很久 哈哈哈 不出的 那一定要先 不出的 一定要先找到 严承旭啊 因为他比较难找 对对对 他人在哪啊 现在 我现在目前也不知道 他真的忙 为什么 他他比较神秘 对 所以 所以也比较忙 所以 登广告啊 请老板要先 得到他的 同意 都可以应该 对对对 老板都是神通广大 通常都智慧 对对对对 我们就看看 你有没有机会吧 好 好